叶启孙 原名叶洪隽 1898年出生于上海 叶家是书香门第 又是官宦之家 叶启孙的祖父是清朝的五品官吏 为清政府办理过海运 他的父亲叶锦云 是上海现役一位博学的举人 也是一位教育家 从五岁起 父亲就教叶启孙识字 稍长大一些 又送他入私塾读论语 接受中国传统教育 1911年 布满13岁的叶启孙 考取清华学堂 成为那里的第一批学生 之后 他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物理 1920年获得学士学位 同年进入哈佛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读博期间 23岁的叶启孙与同伴 在测听普朗克常数 这个实验物理学的重要课题上 这次听到有时 14岁的叶启孙与